上课 那么各位同学们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大白老师 有些同学觉得学名不够严谨 以及课前答疑环节仍然太耗时间 那么我们课前答疑就回答三个问题 其他的问题可以询问别的同学 至于学名不够严谨这一点呢 老师也会尽量去改正 这次目标呢咱们改一改呀 点赞和收藏过400 然后我就咒更不过分吧 就不要求播放量破案啥的了 好了啊回答一下之前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第一个 埃拉菲亚是不是雌雄都有角 这个是因种族分支而已啊 有些种族的雌性有角有些没有 下一个 我听说一些阿戈尔民族要是情绪激动 可以通过外力令他们强行陷入 羊躺肚皮潮上的姿势来帮他们冷静下来 这是真的吗 是真的呀 一些阿戈尔分支比如说大部分的鲨鱼 你让他们仰躺下来之后 就会发现他们会变得非常的安静和老实 但不要突然将他们翻过来 那样会应激直接进入僵直状态 严重的话甚至会窒息而死 最后一个问题 杜琳的科技特色特在哪里 怎么说呢 他们的载具可以不依靠原石驱动 而是依赖某种黑色的液体 电力也是地下挖道的某种矿物为主 原石为辅 有些地下城的杜琳发电 甚至只需要靠从地下挖道的气体 总之杜琳的科技是很梦幻的 而且杜琳也借由他们的优势 一直在攀科技 地上的科技 自从用原石完成了工业革命之后 就一直停滞不前 也不去试图寻找新的可替代能源 只能一边骂着杜琳商人 骂着杜琳科技太贵了 一边还无法逆向还原出科技 好了 该上咱们的正课了 老实说话算数吧 说回答三个就回答三个 不多不少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种族呢 其实咱们上节课的时候 达姨就已经提到了 没错 它就是红龙 这个就是红龙的生物分类了 上前上节课达姨的时候说过了 德拉克这一个科下不只有红龙 这一个种还有别的龙种 要记住 还有他们的学名 这也是一个要记住的点 不要直接用维多利亚文来写红龙 下面我们要来说说 他们的形态特征啊 他们拥有强壮的身躯 有着十分粗壮的脚 他们的脚的质感呢 和艾拉菲亚族的脚很类似 尾姨呢 较长并且覆盖着红色的鳞片 质感很坚硬 却又极具韧性 四肢强健 有力 少数的个体呢 还有一对像十亿膜的巨翼 用于飞行 他们的眼睛有四层眼睛 其中内三层都是透明的 可以保护眼睛不受伤害 耳朵可以开合 但不是所有的红龙都可以 牙齿 尖而立 通常都是向内腕的 以便用来撕开些 撕开猎物 他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而变得更加强大 年长的龙 通常都是 通常所向无敌 反而年轻的龙会很脆弱 以红龙的标准 视力至少比其他的种族 多出一倍 通常 红龙在昏暗的光线下 具有四倍的视觉 正常光线下 是有两倍的视觉 在黑暗中 也能看清物体 听力与一般人差不多 但是大脑内有大片 专门处理 处理感官信息的区域 所以他们可以很高效的 利用收到的声音信息 他们的肺部 长有一个特殊的器官 用于喷涂和储存龙溪 使用的时候会有明显的发光 他们的消化系统极其发达 至于有多发达 我们一会儿再说 他们的味觉器官也很灵敏 据说一头 德拉克在品尝完一顿佳肴后 能准确地说出 每一道菜所用的食材的名称 接着来说一说 他们的生活习性 他们是典型的长生种族 在治疗和燃烧方面的原始 记忆有着极高的天赋 红龙的吐息呢 既可以用作治疗 也可以用于毁灭 其原理不明 但可以肯定 这不是原始记忆的 他们的触觉神经不是很灵敏 所以他们可以在任何的地方 都能睡觉 只要睡觉的地方 能稍微顺一下 他们的曲线就可以 他们的消化系统极其强大 这可以让他们在食物 极其匮乏的时候 使用泥土和岩石 平时的话 他们会非常喜欢吃 五分熟的食物 他们没有群居的倾向 虽然偶尔会出现一群红龙的情况 但绝大多数时间 红龙都是单独居住 他们的体温要高于一般的种族 血液抽出体外后会出现蒸汽 在有需要的情况下 红龙他们也会愿意 和另外一头龙战斗 这种行为一般发生在 尚且年幼的雏龙和青年龙之间 要说的是 他们不会褪皮 也不会脱落单个的鳞片 他们的鳞片会一直处于生长阶段 偶尔会有因为外部因素而失去鳞片 但伤口处很快就会长出新的鳞片 因为龙本身的生长 因为龙鳞本身生长周期很长嘛 所以新生的龙鳞大多都十分的薄且柔软 龙鳞的坚硬程度是比一般的钢铁还要坚硬 但却比钢铁更有韧性 可以支撑相当不错的武器 防具以及势品 因为其获取难度极高 所以一直供不应求 而且市面上也出现了那种 拿别的 比如说龙啊 或者是瓦一帆的 鳞片来充数的 他们的脑部结构 不会因为到达某一阶段就停止生长 相反他们的大脑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长 如果一头龙自幼开始就在图书馆内 图书馆之类的地方生存 那么当他成年或者主动离开那里的时候 他无疑会是整个胎拉最有智慧的人 每一次月经期呢 雌龙都会产下一到三枚无精卵 发行期呢 一般都在春季 红龙的发行期会 红龙在发行期的时候会聚在一起 一般都是一雄多雌制的 被选中的雌性呢 会与雄性战斗 并且在战斗中完成交配 他们卵生啊 卵的大小呢 比一般的黎伯利稍微大一点 孵化期是40到60天 蛋的孵化温度呢 只有在40到50摄氏度的时候才会孵化 超过或低于这个区间呢 都会造成死胎或者畸形 从胎中诞生的幼龙呢 仍然需要母乳 补乳期大概还要5个月左右 红龙的蛋呢 可以活血化淤 还能撞羊 也可以做成极好的外伤药和爆破物 龙血可以制成兴奋剂 龙丹啊 龙杆啊 以及其他的地方 我就不说了 你们可能会疑惑 这些资料到底是出自哪里 是不是觉得有些反人类 那么让我们来揭晓一下答案 嗯 这些资料来自于维多利亚皇家科学院 哦 我亲爱的狮子朋友 相信你们一定对 红龙们以友人相称 亲如兄弟 绝对不会做这种反人类的事情 对吧 老师 我向来是对那些王朝更迭不感兴趣的 也厌恶劳民伤财的战争 因为那无论星还是摔 输还是赢 最后苦的都是老百姓 你指望老百姓在一片焦土上种出 既可以原来焦水又能温饱的粮食吗 哼 好了啊 该记的都记完没 那记完了咱们就下课 同学们下周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